观众朋友午安欢迎收看元月14号的大爱午安新闻 我是苏胜文 新闻开始先提供给您最新的消息 由于春节的脚步接近 所以不少民众现在都有到金融机构 来对领新超的需求 不过就在今天的早上 在邮局有110间设备传出了异常无法连线 现在人员都是改以离线的方式来对外提供服务 经过调查可能是部分的连线设备运作有异常 所以现在如果您是要到邮局来对领新超的话 可能得要多一些耐心 因为现在有不少的邮局门口都还是大排长龙的状况 所以速度处理上都会比较慢一些 不过包括了像是ATM还有网路邮局则是不受到影响 其他的新闻方面还要再来看到的是 过年的脚步接近 所以许多人也会买一些花卉要来点缀 像是兰花还有长寿花跟百合等等销量都不错 因为它们都带有吉祥富贵还有幸福美满等等的寓意 在今天一早建国花市就有满满的人潮 一人一手是带上了一袋花要带回过年的喜气 提到富贵吉祥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兰花 不少民众趁着年前采购一波 家里摆个兰花的话 看起来就会比较有朝气的感觉 景气有比较复苏 这一个礼拜人还算很多 我想这个买气可能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算是最高峰 还有再出去当天 还有这盆花光听名字就很喜气 深受婆婆妈妈喜爱 它叫长寿花 鞋柜上面也很好看嘛 百合花象征幸福美满也是热销的花卉之一 但近期气温变化大 价格有些波动 去年的情况下的时候 它都是含苞的 那价格维持是大概在六百到一千之间 那今年都会出现很多像这种已经开嘴的 开始在微开的 那价格就很便宜 像今年掉到三百五而已 进口的那个原物料的成本全部都提高了 所以它的价格会往上调整 都算是正常的 现场还有用菊花薄树做成的兔子 可爱又淘喜 不过花式春节不营业 民众可以提早来挖宝 我们今年的过年也比较早 开花的那个时程上 多少量会有一点 其实在过年期间算是充裕的 今年花式主打牡丹花 现场还有设计互动贺年卡 让民众带回富贵和喜气 大一新闻牛书屏 叶宜林台北报导 再来看到的是两起浪浪救援的暖心故事 先看到在花莲有一只小黑狗遇上了车祸受伤 志工文讯协助他送医治疗 不过这医疗费要加十万块 幸好透过了花莲还有高雄两地的志工努力 筹得了这笔费用 也成功让这只小黑狗是再度的站起 而高雄动物紧急救援小组 则是面临到一项艰巨的任务 他们在大社区的树林之间 有一只长了五公斤大肿瘤的小白狗 要来救他 而这只小白狗呢 也打破了救援小组二十多年来的记录 躲在树林里的小白狗 腹部挂着大型肿瘤 叫圆可不容缓 那一个山坡是一个竹林 狗又很会躲 里面蚊子超多的 因为站着不能动的话 蚊子会一直咬 至少二十包也有吧 先放地上了 身上这么大肿瘤的狗 真的很可怜 他拖着这个肿瘤 走路都非常困难 下面已经都磨到地了 再磨下去的话 整个都会磨破 这个狗狗经过检查 他的前脚或脚都各端了一只 X光显示的是花蕾 紧急送医的小黑狗 在神医场路边 看到一只黑狗躺在那边 就把他载到动物医院去检查 医疗费用的初步检查 需要十万块 佛陀也讲嘛 众生皆平等 阿卉师兄提问这个讯息的时候 大家一起来共襄圣局 不到两天花连高雄两地志工 就把医疗费凑足 站起来的你 怎么那么棒 小黑 根据统计台湾游荡猫犬超过15万只 多半是遭弃养放养自行野化 八年来遭露杀的约1.2万只 公立收容所约有7000多只带刃养 唯有人类更好对待 才能够翻转这些猫犬命运 大爱新闻学员李王昭中 高雄花莲综合报道 今年的过年有十天的廉价 千万不要在家里头当沙发马铃薯 因为我们都知道坐太久 罹患慢性病甚至是死亡的风险 都会相对的增加 而在美国现在最新的一项研究就显示 只要每半个小时起来 慢慢走个五分钟 对于健康都会相当的有帮助 上班族坐太久对健康危害很大 但到底该多久起来动一动 没有放诸四海接准的指南 刊登在美国运动医学学院期刊 一项由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 主导的最新研究显示 每半小时起来散步五分钟 就能减轻久坐带来的风险 速度不用快 每小时三公里 也就是一分钟走个五十公尺的速度 比大多数正常步行还要慢 就算是年长者也能轻易做到 为何久坐对健康危害这么大 除了因为坐姿对脊椎还有肌肉造成压力 甚至磨损椎间盘之外 还可能造成供氧减少 此外 久坐变胖也是有原因的 肌肉在调节血糖和胆固醇等很重要 企业主应该鼓励员工起来动一动 打造身心健康的环境 也能提高工作效率与生产力 创造双赢 大新闻综合编译 其他的健康话题还要关心的是 全球现在有超过29个国家地区 都传出了霍乱的病例 而台湾在去年也有一起确诊 其实霍乱它可以透过 粪口 水源 苍蝇还有食物来传播 而WHO也证实了 马拉威现在面临的是 20多年以来最为严重的霍乱疫情 到目前为止已经夺走了 750条的人命 躺在病床上打点滴 这位爸爸挂念的是隔壁病房里 5岁的小女儿和52岁的母亲 二十多年来最严重的霍乱 已经夺走750条人命 WHO市井 马拉威是全球这波霍乱疫情中 灾情最惨重的国家之一 最近几天 每天都有大约15人病故 过去十天累计就有155人 目前有多达14个非洲国家 出现霍乱病例 WHO表示 这些国家的公卫基础设施 原本就相对落后 气候变迁带来的高温多与气候 更加速霍乱胡郡滋生 过去一周 马拉威就占了全非洲死亡病例的 88% 避免危机再扩大 卫生部长已经下令 缺乏安全用水 也没有洗手间和垃圾处理设施的店家 和公共场所一律关闭 也禁止在学校 市场公车站等地贩售熟识 大爱新闻江玉廷编译 立陶宛北部临近拉脱维亚边境的一段天然气管线发生了爆炸 附近的村庄有大约700人紧急的疏散 画面中看到红色的火焰高达了50公尺高照亮整个夜空 发生爆炸的管道是从立陶宛 输往拉脱维亚 两条管道当中的其中一条 另外一条目前还在正常的运作当中 天然气公司是表示 目前还不清楚意外发生的原因 但是没有证据显示是遭到攻击 大火也在四个小时后就被扑灭 没有人员伤亡 日本北海道最为著名的登山热点之一 聚之安丁的阳体山 在昨天是发生了雪崩的意外 有一名外国旅客被大雪给押住 最后救出他的时候已经是伤众不治 媒体报道在事发当时 有10名的外国旅客遭遇到了雪崩 一人被掩埋 救出的时候已经没有呼吸心跳 而其余的9个人则是平安获救 由于当地的气温比往年是高出了10度左右 当局担心冰雪消融可能会再带来一波的意外 所以气象厅也针对当地发布了雪崩注意警报 再来看到的是太空竞赛的新篇章 在瑞典北部一处太空中心揭幕 包括了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赖恩 还有瑞典国王都清零剪彩 为何会如此的重视 因为这个基地有亡在明年 是成为欧盟本土第一座的卫星发射站 对于防空手备上肩负起了重大的任务 目前欧盟发射卫星的地点 是在南美洲的法属龟亚纳 未来一旦在欧洲本土就有了发射的场地 将会变得更加便利 不仅能够提高空中安全以及强化防御能力 还能够帮助欧盟来追踪自然灾害 更加了解气候变迁带来的变化 春节将至不过在今天早上 却传出有110间的邮局 因为设备异常无法连线 所以邮局是大牌常龙 人员也改以离线的方式对外提供服务 预估中午12点半才能够修好 我喜欢你的与世无争 我爱你的驴衣昂然 如果不是那场火 我会是你最坚强的依靠 如果不是那场火 我会给你最温柔的拥抱 如果不是那场火 如果不是那场火 一堆树子 没有感觉吗 这声响不是我的步履 是冰原孝室的印记 高温冰墓 我坦诚相见 如果冰原融化了 如果海平面上升了 母亲地球的容颜 是否慈爱依旧 我是竖琴海豹 我的孩子出生十三天 还不会游泳与迷水 因为海冰变得又薄又碎 他们坠入海中就淹死了 那是我怀胎十一个半月的孩子啊 气候难民 下一个会是你我吗 这幅达威西的话 世人充满揣向 这段达威西的话 世人是否有感 他说 人的确是禽兽之王 他的残暴胜于所有的动物 我们总在生死关头 希望众人集气 给我们勇气与祝福 但是 当他们面临生死关头 谁来为他们集气 欢迎回到大爱午安新闻的现场 接下来来看到的是在尼泊尔的兰皮尼 这里头住家的屋顶 许多居民都会选择在这里晒谷或是种植 甚至夏天的时候 晚上就会在天台来睡觉 不过有一位照顾户壁祖 他因为漏水相当的严重 生活是极度不方便 志工也经过了沟通要协助他修缮 未来能够居住的更加安心 竹子架上搭茅草 这是慈激照顾户壁祖家的厨房 而住处的天花板有裂痕吸满了水汽 他的家里边只要是下雨就会漏水 所以我们这次要去帮助他 加盖多一层的铁皮 加盖铁皮屋顶 虽然不能继续在天台种瓜晒稻谷 但壁祖乐于改变 厕所露天也没有门档 慈激追加修缮 壁祖的邻居也发心协助 他的邻居就建议说 我们提供多一点点的材料 然后由他们的邻居 自己来帮助 把他家里的厨房的屋顶 重新做过 他很有信心 他身体一天可以恢复过来 他的太太是非常主动地来帮助 我们可以感受他们这家人是很有希望 因为车祸陷入困境的壁祖 如今有爱相伴 身心安住 达爱新闻余少连 优尼斯林学群尼泊尔报导 再来看到的是 马来西亚新山幼儿园的六岁班 有许多的小朋友都坚持要如宿 今天要介绍的这位小书童陈明泽 他在上幼稚园之前 是一个只吃肉的孩子都不吃菜 不过自从听了老师说 如宿就是爱护动物的表现之后 他就再也没吃过肉 而他打小罹患的眼疾 现在也越来越好转 和家人一起用餐 六岁的陈明泽碗里头没有肉肉 在还没有进入幼儿园之前 他都是肉食的 他基本很少吃菜 然后老师跟他说的 鱼找不到妈妈 鸡找不到妈妈 他就觉得很可怜 他看到好像很好吃 但是他知道不是素食是肉的话 他就不会吃了 明泽的改变 当初的母亲和外婆最是惊喜 为了让他营养均衡 费尽心思 有煮那个红枣的水给他喝 红枣餐那个当心 有时这样煮给他喝 一个月煮两次这样给他喝 以前他是很执着说 他只认识这样或者那样 他就只吃那两样 然后慢慢我就跟他讲说 这个你要也是要吃 因为这个也是有什么营养 他慢慢认识那个食物的时候 他就觉得OK 五岁的时候 明泽的眼睛被诊断 患有葡萄墨盐 但父母依旧让他继续乳素 我第一个问题问医生的就是说 素食对他的病情会好还是不好 然后结果医生是说 素食反而对他更好 因为素食可以让到他身体 发炎的那个因子减少 我们是希望有一天 他可以靠着这种自然的食物 蔬果 可以不需要在药物的帮助之下 也不会发炎 你吃素要吃几久 我要吃到往生的时候 为什么你要吃素食物 因为吃素身体健康 大爱新闻 这是美志工马来西亚报导 进来回到台湾 此季主动共修处的志工 举办了市集要慕心慕爱 现场有卤胃 还有客家吉匠 以及红麴匠等等 所得要响应红法立身 来帮助尼泊尔佛陀的故乡 一盒一盒卤味 有豆包 素鸡 杏鲍菇和海带 主厨的张秋梅 曾经开过餐厅 卤味很受欢迎 一位志工捐赠所有海带 希望帮儿子做好事 我儿子的关系才会跟张师姐 结下这个缘分 儿子往生了 因为那时候是有帮他们祝念 还有告别式 那他很感动 实际给我这个机会 能够来帮助人 我也是觉得 这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十二度低温大家热情不减 镇长也用行动响应 点滴收入用来弘扬佛法 利益众生 这个活动是值得来推广的 一场活动激发大家的爱心 有的捐冲击拱门 有的捐帐篷 携手共散 大爱新闻 真帅美志工陈美凤 谷倩文 杨家俊 新出报导 年过八旬依然卖力的付出 在台中五七 慈离志工王富之 住家旁就是环保点 还承担起了香机 以及令草编织的教学 堪称是活到老 做到老 学到老的最佳典范 八十岁志工王富之 一大早拉着小推车出门 不是要去买菜 走到家附近 不止邻居亲友 早就把回收物准备好 连一旁早餐店 也都是王富之 在回收的固定店家 小推车载满了 先拉回去放 再跑一趟 自家旁空地当成环保点 志工定期开着环保车来载运 做慈禧将近四十年 投入环保不懈怠 王富之还是香机团队的烹饪高手 虽然只有小学毕业 不试字 但王富之活到老 学到老 还会经常请教志工 如何使用电子书 多学多做 多残诚 王富之还担任令草编织教学工作 生活充实又快乐 手脚利落 头脑清晰 天天做慈禧室 是王富之常保健康活力又开朗的秘诀 大爱新闻张国端 欧阳光辉 台中报导 持续带您来关心邮局 今天传出了当机的事件 在今天上午许多人到邮局要寄包裹 换新超 没想到早上九点多陆续传出 有110间邮局的系统当机 没办法开机连线 目前邮局表示最慢在十二点半 将会全面排除这样的状况 中华邮政表示 初步检查发现是网路设备有问题 已经排除了骇客入侵等等 主要影响到零贵的储备 还有邮务业务 不过各项的业务都有设定可连线作业 民众还是能够到邮局来对领新超 提领现金 不过因为作业的程序不同 再加上假日人力比较少 所以速度上相对会比较慢一些 目前在ATM跟网路邮局的部分 则是没有受到这一次当机的影响 今天是学测的第二天 考的是英文跟国文 由于疫情的因素 今年仍然是不开放亲友陪考 而三年的疫情下来 也有学校发现 不陪考其实有六大好处 像是校园的垃圾会相对比较少 也避免了考生服务区 会有家长争吵的情况发生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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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测进入第二天 仍有家长在考场外 为孩子加油打气 我其实有点紧张 我还是希望可以来陪一下 有家长会比较安心 由于疫情因素 今年已经是第三年不开放亲友陪考 在师范大学考场 虽然家长不能进入考场 还是在场外替孩子准备食物 学校也派出老师给予学生鼓励 虽然不能进入到我们的考场 关心孩子 但是家长们也能够在户外的这样的空间 给孩子打气加油 我是赞成像这样子 家长不要到里面去喧嚣 我觉得小孩子其实他们都已经18岁了 有一定自己的能力 我们家长不要去影响他们 他们有独立面对这个考试的能力了 而在师大副中是由考生自行进入校园 对于学校来说 不但垃圾量大幅减少 也能让学生更专心硬考 我们就很明显的可以发现 整个校园是变得比较安静 那甚至我们其实是觉得 小孩子在考试的时候是比较专心一点 家长不再进入学校贴身陪考 不但校园变干净 就连考生服务的需求与纷争也大幅减少 以前家长他们都还会设一些考生服务区 如果学校没有好好的划分这些区域的话 就会变成 总是常常发生说家长会去争吵 就是说你的区域比较大 或者是你占用到我的区域 影响到我们学校的学生 未来学生或会考 是否还要继续让家长陪考 或是为孩子营造更好的考试环境 值得教育部与家长团体进一步思考 大爱新闻菜篇宜李建宽 台北报导 天气方面在今天入夜过后 封面南下 紧接着冷气团报到 气温会一路溜滑梯 所以如果要大扫除的话 可得要把握今天上半天 还有下午的好天气 紧接着来关心下午详细的温度预测 首先看到的是 在北部地区 气温19度到28度 降雨几率有30% 桃园新竹苗栗 气温19度到27度 降雨几率同样也有30% 中部地区台中彰化南投 气温是20度到27度 云林嘉义台南 气温20度到27度 南部地区高雄屏东 以及恒春半岛 气温21度 高温上看30度 东部地区 宜兰花莲台东 气温19度到28度 最后在外岛地区 气温是13度到23度 以上是今天的大爱玩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接下来请您持续锁定 置为人意 守护爱的节目 我是苏胜文 我们明天见